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是夢醒時分 講一講股,表演講股是一般的 低開後,早段曾經大為收窄跌幅 收窄到不及100點 期後慢慢再跌,中午收市前擴大200多點 下午更加跌得厲害,跌幅堅持500點開外 結果前日要跌569點收,24480點 成交更多了,1424億 跌得最厲害的藍籌是銀魚 豪島股,5%真是恐怖 加上傳統經濟股,特別是銀行股 跌得比較厲害,包括匯豐 都接近5% 其他地產、銀行都錄得比較大的跌幅 令市今天大跌500多點 對某些人來說也有點意外 原因是最近都升得不錯,尤其是外圍 但誰知道外圍好像有點逆轉的情況 特別是點提四個字,夢醒時分 外圍之前一直在發的夢,好像昨晚開始醒了 有哪方面的夢醒了呢? 第一個夢當然是美國的疫情方面 之前投資者一直都在美國方面 特別是衝勁美國的疫情受控 然後經濟重啟,慢慢從十軌道 之前美股就不斷升上升 這就是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走勢 升得很厲害 一度跌跌27,000多,跌跌28,000多 當然,講得厲害當然不及這個納指,納指更加西非里 已經突破歷史高位 穿了一萬點,昨天更站在一萬點之上 報收,力尼首次,一萬零二十點收 昨天節目也提及過,好像疫情完全沒有發生過 基於衝勁,令到美股,無論是科技股為主的納指 以至,傳統股為主的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都升得很厲害 但這個夢,昨天晚上好像醒醒地 原因是,大家突然看回數字 發覺,美國疫情並不像大家預期那麼好 一來,其實美國最近每天的新增確診人數 都是兩萬宗左右 有時多些,有時少少少 基本上有兩萬宗左右 而且確診人數的累積已經達到兩百萬以上 嘩,西非里,已經不少了 反而疫情,總體數字還沒有好過 一直堅持這位 加上個別州份,總體沒有好過 近來更加出現明顯的回升 包括哪幾個州呢 根據這些統計,有幾個州是比較多的 德州,都是大州 加州也是大州 佛羅里亞州也是大州 加上阿里桑那州這些州 其實近來的新增確診人數 以至轉人數都出現一個回升 部份更加是疫情以來最厲害 有些是五月以來最厲害 顯示疫情在部分州 開始掉頭上升 而專家也開始說話 其中哈佛的專家說 如果不採取強硬的措施 預計9月份某一天 美國死亡人數會突破20萬 現在最新是11萬多 9月份的時候會突破20萬 當然9月份和現在還有一段距離 總的來說 重看疫情的情況 其實本人在這節目也提過多次 疫情再次爆發 第二波的可能性極大 因為之前一直都沒有什麼好過 第二 先一陣子的示威活動 一般估計都會引發疫情再爆發 現在就出現了 雖然大家發夢了 沒什麼事 現在就夢醒了 這是第一個夢 夢醒了 第二個夢醒了 就是美國經濟出現V型復甦 特別是小顧問 因而狂炒美國股市 至於美道指、納指都升了飛起 但現在呢 經過昨晚聯儲局會議之後 好像大家醒醒了 原因就是 聯儲局說 估計疫情 都跟疫情有關 疫情對經濟會有持續的影響 以及表示未來兩年都不會加息 本來說未來兩年不會加息 如果情況好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理解為一個好事 因為不會加息 持續低息 但現在好像大家 看回另一句 反而擔心疫情持續到經濟影響 因而擔心 聯儲局告訴大家 沒有V型復甦這件事 所以V型復甦的夢醒了 令到美股 昨晚呢 看到你杜瓶斯均平均的指數 昨晚呢 再跌282點 昨晚跌完200多 接近300點的同時 今天亞洲時段 又再來跌 那道指期貨 亞洲時段一到 是跌成600點有多 進來之前 檢查一下 都好一點 沒有跌那麼多 都掉到500點開外 所以整個形勢 是轉差了 兩個夢醒時份 可能令到美國股市大頭回軟 跟著呢 全球股市都可能 就受累了 那麼 初步看 港股呢 就隨著 今天這樣跌一跌 500點有多 已經是轉弱了 那麼 至於會不會進一步轉弱呢 那麼 就要看以下 幾個因素 去判斷了 第一個因素 就先看美匯指數 這陣子 美匯指數 就對港股是有利 因為下跌 那麼 原因都說了很多次 不再複述 那麼 會不會再下跌 令到港股是因而有支持力呢 那就要看看 今天 至明天很重要 因為呢 跌下跌下 美匯指數 要跌近前浪底的支持 而跌近的同時呢 今天初步看 就出現一個小楊竹 升了一點點 是好似出現身懷六甲的情況 持續下跌 出現身懷六甲顯示 所以好友就開始在低位試圖反擊 如果美匯指數 出現反彈呢 那就不利港股了 這是第一個要留意 第二個留意就是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剛剛說過 已經連跌了兩天 亞洲時段再跌 今晚會再跌呢 那就成為關鍵了 因為現在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已經跌近這個上升軌 短期上升軌的邊 今晚會跌近了 今天如果好像 亞洲時段這樣開發 即是六八點開下去呢 就穿上升軌了 穿上升軌當然不是好東西 穿得的話 又是不利的了 第三個要看著呢 就是 立斯達克指數 看到了 雖然昨天就升穿一萬點之上 修過的力量第一次 非常強勁 但是呢 一來 RSI已經超賣了 overbought 二來呢 你看到陰陽觸吐 綠色箭咀指數 是十字升 持續上升了那麼久 一萬點重要心理關口 出現十字升 這個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如果今晚跌 那就頭赤了 今晚跌就會出現黃昏之星 到時呢 就有點麻煩了 所以呢 愛惟呢 就要看三衣三樣 那麼香港要看什麼呢 那麼 傳統經濟股就弱了 都不需要怎麼多看 例如匯豐呢 這樣跌了 昨天都說 就下降鬼出現了 今天再跌下去 穿了五十天線 就弱了 都不需要多看 那麼 反而呢 看看新經濟股 會不會呢 都轉弱了 其中呢 當然要看 就騰訊 騰訊 之前呢 就形成了頭肩底的狀況 昨天穿了 形成頭肩底的突破 但是今天呢 就回下來 到跌的 先升後跌 一名足圖呢 這個呢 就淡有反攻 那麼現在關鍵呢 就 聽譚的反攻就知道 是淡不淡地的 現在關鍵呢 就是這個 頭肩底的 頸線 會不會失手呢 如果一砰 一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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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假突破 這個就不太好 這是第一個要看 第二個要看 又要看恆生指數 今天 都穿了一條上升軌 短期上升軌 失手 穿了一百天線 昨天節目提到一百天線很關鍵 因為連續兩次升穿之後 不能夠收在之上 好像顯示一百天線的水平 大概是二萬五千一百點 好多淡友 昨天節目說的 在這裏埋伏 想追擊好友 結果今天 跌五百點下來 一百天線 徹底底就拋離了 接著會怎樣呢 接下來的重要位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紫色箭咀指著 綠色箭咀就是前浪頂 前浪頂今天都穿了 顯示 這個突破前浪頂出現聲勢 可能就果斷了 如果再穿了 這個紫色箭咀指著的上升列口 這是什麼水平呢 23995至24204 如果穿了 就正認識色顯示恆生指數轉入了 所以大家 就留意 最重要 留意剛才說的幾個因素 去判斷 今天的跌勢就會延續下去了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